2008年联合国倡议全球绿色新政 呼吁各国积极扩大绿色投资 发展绿色经济 绿色能源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家 能源政策趋势 过去以石油、煤炭、天然气与核能为主的能源体系 正逐渐被太阳能、风力、地热、海洋与生殖能等 绿色能源所取代 全球暖化造成的气候变迁以及多次的核能灾变 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规划新的能源政策 近20年来台湾进口能源依存度皆超过97% 高耗能产业创造产值偏低 台电供电系统老旧 更高估备用容量率造成电力浪费 过度依赖高污染、高风险的能源 却忽视绿色再生能源的开发与运用 降低对高耗能产业的能源补助与优惠 并奖励节能产业 将电力备用容量率调降至10% 减少电力浪费 提升能源供应效率建构智慧电网以提高电能效率 绿色能源252020方案计划至2025年台湾绿色能源发电量 占总发电量比例20%并创造20万个绿领就业机会 立即停建核四 现有核电厂不研议 启动现存核电厂安全查核 谈化核灾紧急应变机制 一个负责任的能源政策 绿能 永续 安全 安全 国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和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予厉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小时